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认识显微镜 国中的显微镜分成 富士显微镜跟解剖显微镜 它们在功能上是不一样的 解剖显微镜是在解剖用的 所以它可以是一只昆虫 把它放上去观察 不需要做成波片标本 但是富士显微镜 它要观察内部的构造 所以必须把它做成波片的标本 或者是薄而透光能够观察的物体 它们两个在功能上是有不同的 构造上也会稍微的不同 我们首先先看富士显微镜 这是富士显微镜 青年级的时候都学过了 这个上面是目镜 再来镜头 左边旋转盘 物镜 拨片夹 载物台 光圈 以及底下这个光源 右半边有镜壁 粗调节轮跟细调节轮 在下方是静坐 九年级复习整台显微镜的重点 其实就是这些 分别是目镜 物镜 光圈 光源 还有右半边的粗细调节轮 这几个构造 你特别记清楚就可以了 以这张图来说呢 我们的显微镜是不是有目镜跟物镜 可以 好那物镜我们先讲哈 它呢随着倍率增大 它的这个镜头呢就会越长 好吧 四倍最短嘛 四十倍最长 可是呢 目镜刚好相反哦 就是倍率越大 它会越短 好吗 好那显微镜的放大倍率呢 就是目镜去乘上物镜 就是它的放大倍率 所以以我现在呢 手上这台显微镜来看的话 来十乘以四 那就是四十倍 好那十乘以十 这个就是一百倍 再来十乘以四十 这个就四百倍 好那另外一个目镜呢 就是来 十五乘以四 就是六十倍 十五呢乘以十 那就一百五十倍 十五乘以四十 那就六百倍 所以以这台显微镜来说呢 它总共有六种倍率 显微镜的放大倍率 就是目镜物镜相乘 当你在看显微镜的时候 整个整个画面都是黑的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你的光源没开 或者呢光圈 好不够大 或者卡 没有卡对位置 就会造成这种黑画面 好所以呢 整个显微镜调整光源的地方 就是光圈还有光源 好那以前比较老式的 反光镜的这种显微镜 好不插电的这种 现在呢比较少看到了 好大部分现在都是自来光源 好插电的 好那光光源要打开 那再来呢光圈也要调整 好那光圈长怎么样呢 它其实是相当于相机镜头 好那我们呢可以 把光圈放大 好那放大的话呢 进光量就会增加 也可以呢把光圈缩小 好那所以有同学就说 我是不是永远保持最大的光圈 不是如果今天你永远都是最大光圈的话 可能呢镜头底下的画面就是超级亮 你什么也看不到 好所以光圈还是要适度的调整的 显微镜的光线呢如何进入我们的眼睛 好从反光镜的显微镜来说 它是从下方打光嘛 光线是这样子折射过来的 好那所以呢我们从下方上打光上来 然后穿过我们在舞台的小孔 再穿过你的物镜 进入到镜头 然后呢眼睛这样 好所以呢记得你的波片呢 一定要薄而透光才行 那如何调整焦距 好调整焦距其实就是远近的调整嘛 好怎么调 好那有这个粗调节轮 跟细调节轮 粗细调节轮的差别呢 就是粗调节轮转一圈 相当于细调节轮转十圈 所以呢这个粗细调节轮就是幅度会有些 不一样显微镜的使用顺序 好我们通常是从低倍开始 好那将你的波片呢 对准载物台圆孔 好用波片夹固定 因为它是低倍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载物台呢 上升到跟物镜最接近的距离 好用粗调节轮来调整 第三个呢我们就调光线 好调整光圈的大小 好亮度呈现适中 旋转粗调节轮 好慢慢的呢 稍微往下降 看到标本之后呢 再微微的调细调节轮 这样OK吗 所以口诀是低倍物镜时 先动出后调细 好那观察显微镜时呢 请记得两眼同时打开 比如说如果我是右撇子 好右撇子 那么我就用左眼看 那右眼呢 就是看我的笔记 两眼都打开 那显微镜使用的重点 好本各位提示一下 好它有顺序的 第一个先低背再高背 再来呢再调光源 第三个再去调焦距 好先动出后调细再低背下 视野中的标本 好那你可以呢上下左右去微幅调动 好那看看它是怎么样的移动 将这个观察物呢 放在视野的正中央 我们再去转旋转盘 调到高背雾镜哦 好所以高背雾镜记得这个比较长 好在高背下哦 波片跟雾镜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哦 高背下哦同学记得只调整细调节轮 不要去动粗调节轮 有时候呢我们看一年级的同学 他们在做波片观察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就把波片弄破了 好因为它跟波片非常的近 好所以呢记得只调细不动粗 那显微镜的成像有点怪怪的哦 就是呢我波片上如果写英文字母B 好他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的倒立 上下左右颠倒的像 所以呢成像是Q 我今天在波片上写CE 同学会看到什么字 好答案是A 如果我写的是PQBD 好会看到什么字呢 还是PQBD 比如说老师我这个搞得好乱哦 怎么判断的 好告诉你 我只告诉你 好没有告诉别人 好不好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教你一个小诀窍 其实判断显微镜的成像很简单 好你只要呢把考卷旋转180度就好 这个波片上如果写AB 那看到的像是导过来的AB吗 好怎么做的好来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它放大好字一定会被放大 好再来呢你只要180度 不转还是PQBD 所以这种题目呢以后考出来就是送分题了哦 那各位 草履虫出现在右下角我想要把它调到正中间 我该怎么调呢 好那同学现在草履虫在右下角 好那复视显微镜看到的像是上下左右颠倒 所以实际上草履虫应该是在左上角对不对这是实际的草履虫可以那他既然在左上角我希望移到中间我是不是要把波片向右下方移动这样子呢草履虫就会向正中间挪动这样OK吗好来同学如果有一只草履虫向右上方移动 好我怎么样调到中间呢很简单好向右上方跑其实就是向左下方跑所以我波片呢只要向右上方移动就可以了所以你记得小虫往哪边跑我就往哪边移动往左边跑我就往左边动往下方跑我就往下方动这个不是很直觉啦但是越不直觉考试越会考左右两张图哪一个倍率比较高呢好很简单嘛放大这个放的越大倍率越高 所以右边高倍率左边低倍率好那所以呢哪一个视野大来左边视野比较大因为我看到比较多细胞右边呢视野比较小好所以倍率越高视野越小高低倍哪一个看到的画面比较亮好这个也是常常考的题目好现在我如果把显微镜放大这个10倍好10倍的视野就这样好那如果我今天选择放大100倍啊视野只剩下中间这一小圈 OK好那在10倍状况下我看到那么多的细胞好那放高倍率之后呢我只看到中间这一块只有中间这一小圈是我的近光高倍下近光比较少视野就会比较暗哦 所以低倍率画面亮好高倍率范围小嘛好所以呢画面比较暗 所以现在这个在低倍物镜下好草履虫在右下角我希望呢能够放大一点看他那我要怎么做呢好首先我要把这个草履虫挪到正中间好往右下方挪他就能够到视野的正中央好那这时候呢我旋转这个旋转盘然后调整高倍物镜那在高倍物镜下呢我看到的视野就是这么大一只草履虫这一只草履虫呢在视野下比较暗 按怎么办不是调调节轮好我们这时候呢该调什么调光圈好我把光圈去放大一些好那视野下的草履虫就会变亮一点好那这时候我要转动这个焦距的话再去调整细调节轮好那富士显微镜就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接着呢我要介绍解剖显微镜好解剖显微镜跟富士显微镜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要可以观察活的昆虫好所以我可以 把一只蟑螂放在这里观察所以他不需要薄而透光好那方便我解剖这样子那他光线怎么样进入眼睛呢好先放一只蟑螂要观察好然后呢他的光源从这边来照到这个标本以后呢往上折射好穿过物镜来在镜桶然后到达目镜进入眼睛好所以他光线的来的方向是这个样子那整个显微镜的结构呢好一样好目镜 眼睛调整眼睛调整眼睛调整器好调节轮光源还有物镜这样好那这边呢因为是双眼观察好那双眼的话呢就会每个人的眼睛不同以及呢两眼的视差不同就会有所谓的眼睛调整器跟眼睛调整器好那我们先讲眼睛调整器好眼睛调整器呢就像我们那个望远镜这样子好他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拉宽跟拉窄好那 那符合自己双眼的眼距的话呢就会让两个圈右边一个圆圈左边一个圆圈好那为了让两眼呢视野合一好所以呢就要调整这个眼距调整器那合一的视野就会产生立体感好这就是我们人类双眼视觉的一个好处在解剖上面呢有立体感我就比较不会解剖错误好眼睛调整器又是什么呢他是调视差的好那该怎么调呢 以这张图来说好眼胶调整器是不是在左眼对吗好那左眼呢我们先闭用右眼观察底下可能一根头发一个小虫什么的那么你用这个调节轮去调整焦距好那所以呢右眼观察好了以后好那这时候闭上右眼打开左眼左眼是不是有眼胶调整器这时候不要再去动你的调节轮了而是调整眼胶调整器好那调到呢我左眼看 看清楚这时候两眼同时打开两眼都清楚让视差一致解剖显微镜呢比较直觉它是一个立体正立的像所以我如果拨片写着B那他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正立的放大的B所以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解剖错误好那我们显微镜就介绍完毕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